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看《尼西米记》第九章 《尼西米记》第九章总共有38节 这一章的内容在讲 7月24日 民众在神的面前禁食认罪祷告 我们来把这一章分下段落 我们将它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1到4节 百姓禁食身穿麻衣 投蒙灰尘认罪祷告 第二段是5到38节 民众在神的面前认罪立约祷告的内容 我们为今天所选的要节 是32节到34节 圣经这样说 我们的神啊 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 守约施慈爱的神 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 先知 列祖和你的众民 从亚述列王的时候 直到今日 所遭遇的苦难 现在求你 不要以为小 在这一切临到我们的世上 你却是公义的 因你所行的是诚实 我们所做的是邪恶 我们的君王首领 祭司 列祖 都不遵守你的律法 不听从你的诫命 和你警戒他们的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上一章的开头的内容当中讲到 从第八章一直到第十三章 讲的就是以色拉和尼西米 所进行的 对以色列人内在生命的美好建造 这建造主要体现在 敬迁的信仰 以及分别为圣的生活 所以我们提过 相对于一到七章 一方面是从实体的 外部的城墙方面的建设 一方面是内在的 生命方面的 敬迁信仰方面的 荣耀见证方面的建设 所以我们在读的时候 可以侧重这两方面来理解 昨天第八章的内容讲到 以色拉宣读律法书 又经过他的助手们 向民主们讲解 这律法书使百姓的心受感动 他们都悔改哭泣 但尼西米和以色拉呼唤百姓 由于现在是救恩的节庆 是以色列一年一度新年的日子 所以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 吃喝喜乐 上一章的内容 第十节特别的美 里面特别说到 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 是你们的力量 于是百姓筹备 欢欢喜喜的过祝彭节 本章的内容所讲的 就是这七月的第二十四日 这一天相当于阳历的 祝前四百四十五年的 十月三十日 在这二十四日之前 按照传统 犹太人已经于七月第一日过了吹脚节 第十日为全民在神的面前求赦罪的赎罪日 从第十五日开始为祝彭节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段一到四节 这一段讲到以色列民在神的面前进食认罪 按照我们刚才所说的 以色列人原本在七月份所当作的 便是先过吹脚节 然后是赎罪日 再最后是祝彭节 但从本章的内容当中看 他们好像故意将这个次序打乱 因为原本是赎罪日的时候 犹大百姓应该在神的面前刻苦己心 认罪祷告 赎罪日之后 将会迎来全民欢欣鼓舞的祝彭节节 但是在本章中 那严肃的进食认罪祷告的这一程序 被放在守祝彭节之后 在这第二十四日 他们用了三个小时读律法书 然后再用三个小时认罪 在认罪的内容当中 他们认的是有关列祖的罪 还有在当时他们自身的罪 经文中所讲民众聚在一处 地点并没有完全说明 但聚猜很可能是第八章一节所讲的 水门前的宽阔处 也就是广场 百姓们身披着麻衣 麻衣有的时候是用粗麻制的 也有是由山羊毛所制的 还有是用骆驼毛所纺制的 身穿麻衣的意义很多 包括是为死者或者为一场灾难 心生哀痛 在本章的场景当中 身穿麻衣的人乃是为自己的罪在痛悔 接着这群百姓就会向神来呼求拯救 古代的时候 以色列人在悔改的时候 通常有很多戏剧化的动作 比如他们甚至会将地上的尘土 扬在头上 表明自身乃是极度的谦卑 自卑 当然这必须得由离往外来发出 不能假意的来做戏 第二节提到当犹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他们就故意与外邦人分别开来 这样做不是由于骄傲 乃是按照律法的原则 因为只有在这种分别出来的状况 他们才能在神的面前认列祖 包括国家的罪 以及当时世代自己 以及以色列全体的罪 第四节特别提到了祭司和利未人 他们的名字是耶稣亚、巴尼、贾灭、士巴尼、布尼、士利比、巴尼、基纳尼 这些人是站在高台上 然后就充当着公开向神哀求的角色 所以从第五节一直到三十七节 就是这几位立位人 在神的面前哀求祷告认罪的诗歌 这个诗歌比较长 但整个的内容堕落非常清晰 容易掌握 我们就将它简单归纳一下就好 接着我们就看一下五节到三十八节 这第二段 这第二段就是神的民认罪祷告立与约的诗歌 第五节的头一半提到了 哪些立位人在说话 列举的名字与前面第四节并不完全相同 这里提到的是 第五节的后一半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话 也就是祷告的诗歌 但是经文没有告诉我们 是由哪一位主导者的口中发出的 难道是集体呼喊出来的话 我们无法完全复原当时的场景 第五节的后一半 经文是 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 永世无尽 耶和华 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 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 这半节的经文 是整个祷告词的开始就被认为是后面认罪祷告词的序言 从第六节到第37节就是认罪祷告词的主体部分 他的主题思想是毁罪 与另外两篇诗篇很相似 那两篇诗篇是78篇和106篇 所以本篇诗被认为是诗篇以外非常美丽的一首祷告词 他所代表的身份是以色列全民 目的是要恳求神赦罪以及施恩赐福 所以大家在读这个祷告词时 就请注意到文当中的两大主题 那就是 一 伟大以色列神的救赎恩典 也包括赦罪恩典 二 以色列百姓毁约的罪 由于这篇认罪的祷告词分段非常清楚 我们就将主题分开 看他一段又一段的主子思想究竟是什么 比如像第一段是6到15节 这一段讲到神伟大的尊荣 以及他对万有的抗顾 第二段是16到25节 这一段所讲的是 人虽然悖逆 但伟大的神依旧施恩 第三段是26到31节 这一段讲的是施行管教的神 第四段是32节到37节 于神立约的名的宣告 除了以上 我们按经文的主题来划分这个祷告词的段落 同时这个祷告词 其中也提到了以色列历史的各个阶段 所以这个祷告词实际上对以往做了非常清晰 概括的回顾 所以从这个祷告词也可以看到历史阶段的划分 比如说第一个 第六节先讲到神乃是创造的主 第二个 也就是七节到八节 讲到了神对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的拣选 并与他立了约 第三个 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 作者就回顾了 神在埃及为救以色列人脱离法老的手 而施行的全能的拯救 第四个 是十三节到二十一节所反映出来的 当以色列民在旷野当中的时候 神就向他们颁布律法 同时也不断的忍耐以色列民的悖逆 第五个 也就是二十二节到二十五节当中所反映出来的 在神将加拿美帝给了以色列民以后 神特别保证 他的子民可以与仇敌做征战时得胜 第六个是 二十七节到三十一节所反映的 以色列的神在世事时期 对神的选民的管教 这一段覆盖的时间比较长 可以说是从世事时期 一直到以色列选民被掳 第七个 也就是三十二节到三十七节当中所反映的 作为当时在神的面前悔罪的百姓 他们大声的宣告伟大神的公义 因为神将他的百姓交给外邦来苦待他们 乃是合理的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神的百姓被约的缘故 所以说是从世事时期标准备 对神租的宣告 但是我们是刚才承受的 这是神租的宣告 所以要是由神租的宣告 在神租的宣告 所以说是神租的宣告 为神租的宣告 如果神租的宣告 就有杀助地宣告 这个宣告 就是神租的宣告 对神租的宣告 对神租的宣告 这一句宣告 就会输人不仍得 在神租的宣告 就会输人不仍得 在神租的宣告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